咱们这银咋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 看我出来不能给我拜个年吗 你要不给我拜年呢 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 过了一六到一七 可以这么说 送走了猴迎来了鸡 大人啊 瞒不住了 出来打个招 姑娘好 好好说点拜年车 如果我没拆车的话 如果我现在没拆车的话 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是观众吧 孩子已经露馅了 你能不能大方出来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不是 不爱出 给我打扮的 给我今天给我打扮的像个小天仙 你给我来的小蛤蟆这地方换我啥呀 啥小天仙 我这不出来连你找工作来了吗 别让小小小养蛤蟆的 就咱们村的这几年你是没在家 这蛤蟆让长大蛤蟆给养了越多越大 那有多大 多大 在咱们乡里头那也属于是500强企业之一 我们我们乡一共有499户 它是500强 你没抢哪去呀 他要扩大企业 招收高端银财 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潇洒 威武87岁 我怕人瞧不起你 也不用你打扮呢 瞧不起我 我还不用他呢 此处不留爷子有养老院 我是金子 我是金子 我吃掉我有一步 我吃掉我有一步 还你怕我 划不光啊 这孩子你 回来回来这场 你能不能 这词啊 一会儿进屋了 给唐辣蛤蟆用上 多说点文词 当今流行的词 你这套词一说出来 唐辣蛤蟆都容易 给你跪下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呀 FG呀 WC啥的就得用 那我走 我走去 那行 你把这拿了 拿这玩意 拿这 酒干啥呀 你啥呀 大过年 你能空这 手爪上人家呀 我根本就不想上人家去 我学的技术 跟他根本就不搭边 我这城里边 绝对是用计算机 控制挖掘机 炒菜 我上这个好 我上这地方 我上那些蛤蟆这地方 我还能甩子啊 我 你还吃挖脚的这样 那甩子那蛤蟆 比你甩的多的多了 他又用你甩啥子 我告诉你啊 如果唐辣蛤蟆 要把你招收过去 就算完成了你老姑 一个心愿 你值得我 懂哪事 听着吗 听着吗 一会儿进屋千万忌妒 你管我叫老姑姑 你管我叫老姑姑 那我不胡吧 咱俩就装不认识 听着吗 不认识干嘛呀 你养蘑菇多有名了 认识你多有面啊 有什么面啊 你是不知道 西洋群门现在都知道 我跟唐大航 我俩从小就不太和谐 跟上岔我俩 我俩就出去义武会友 不太和谐 你都知道是咱俩 是亲亲 也不能用你 你就站着别动 好 听着吗 听着了 倒是看我眼设形势 你进屋了 我看着你什么眼设形势 听声会不 听声会 我总听到玩了 听声 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航 抄着起来了 抄着起来了 进屋 嘎巴一个大舌巴 你要给他一嘴巴 我夸给你电口 就这么干 就这么干啥呀 就这么干 我俩要抄抄 你就带外头 别进屋 听着我乐了 马上进屋 听着没 记住了 记住进屋 别冒虎壳 老文词 记住没 记住了 咱俩什么关系 我不是你老顾部 大妈 他在家呢 你不笑了吗 我不笑 偷了了吗 咱们滚了 咱们 蔡佳正 刚才那人是谁 你认识过 你认识不 我不认识 我想揍他 我都没瞅准 那是什么玩意儿呢 那都啊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我过来看看你啊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啥话你 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 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行了 今天你赶的不久 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你呀赶紧就回去 别这么说话 是不是 我觉得呀 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 钱也挣住了 是不是 你还有啥发愁的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 做大做强 可是我深知道 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哈 大蛤蟆 你现在思想进步了 企业做得越大 觉得身边没有银材 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 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呢 你过来 我说大蛤蟆 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 说有一个叫小周的 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 哎 这事你怎么知道 有呢这事 有 有啊 我也是小懵呗 哈哈哈哈 你这不信呢 老师 没得 精神不正常 现在没有 啊 哈哈哈哈 老师 你谁 谁谁 谁笑了 笑不笑咋的 跟你有关系啊 出去 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我笑了咋的 确定是 你确定是你笑了 你没笑对不 我笑的 啊 我进来了 你好 他蛤蟆 他 啥话 说啥呢 我大脱大把牙子你听掉 啥话 糖蛤蟆是你叫的吗 这也是糖 糖老板 请 请看 我不认识你 糖老板 你好 我叫 邹大鹏 叫我小周就行了 哎呀 你就是小周 哎呀 初次见面 两瓶薄酒 不成敬意 还望你 还望你 从我手中 把他接过去吧 不是 我想问你 初次见面 你为什么给我送酒 是谁让你给我送的 啊 啊 是让我来的那个人 让我送的 是吗 对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 海液也太好了 哈哈 哎 请请请 请坐 请坐 哎呀 哎呀 你咱俩认识啊 你咱俩认识啊 你咋的 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我们有事 啊 你坐呀 来来来来 你赶紧靠边 我不谈事呢 快快快 哎呀 我服你了 服你了 你这 缺人吗 啥话呀 啊 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 缺人吗 缺人材 缺人材 我就是人材 哎呀 谁用我谁发财 哎呀 太好了 那这么说 小时候同志 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我说救你来了 救我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 生机勃勃 哎呀 伯大精神 生猴有鸡 虚狗害猪 我长这么大企业 我没听过 没听过 就这么棒的潜台词 我叫我 我心里话 他在我心中 就这个人 听他说这几句话 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我说你呢 就别说话了 行不行啊 我们这在谈正事 你说你俩后面巴巴巴巴 你这样 你能呆 你就呆一会儿 不呆你就走 这干不欢迎你 行不行 你干嘛呢 你呆这 你这么大企业 你没眼泪见 哎呀 这你来 哎呀 还整这么一大桌 这一盘菜呀 你别看 就这一盘菜 但是意相当的深远 看见没有 这就鳞蛙 是我亲自养的 这盘菜是今天 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 就等你到日来品尝品尝 哈哈 哎 啊 商业说 无功不受禄 大丈夫不识 劫来之识 就凭盘凑菜 最想腐蚀我的灵魂 什么意思 不拿你钱柴 不替你吃 吃蛤蟆 那个 有酒吗 哎 有 我现在给你请 大蛤蟆五生 这酒啊 说实际的话 就这酒我都没喝过 你尝一尝 怎么哪都有你 那个陌生人 那个陌生人 你也过来 尝一尝呀 可以呀 喝什么仪啊 可以呀 去去去去去 小周同志 这个蛤蟆呢 你可以先尝一尝 完事呢 吃完以后 我有个事啊 想详细的问一下 就是 你头两天给我发 那个叫 PPT啊 P什么 P什么 P 就是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 等你吃完以后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先吃 我到后边 我去把材料给你求来 行不 好呀 好好 你慢用啊 慢用 P什么 没加到微信呢 没加到微信 没有啊 他在那边吃 你好 请问唐总在吗 哪位啊 我是乡长派来 负责经营的小周 前两天啊 我给唐总发了一份PPT 你就是发PPT的小周啊 对是我 没事了 发那玩意有意思呢 不是啊 我发这份PPT啊 对唐总来讲 是相当重要 相当关键的 没用 你发完他也看不懂 你都不 你都不如发点笑话 或者表情啥的 不是 那个 请问您是 我 我就是 唐老板是老大 我是唐老二 你有事吗 有事 我跟唐主今天约好了 改天了 他没得嫁 你出去吧 去 没带吗 没带 我就约好了 去去去去 别吃了 别吃了 整咋咪了 咋咪了 您唐老板 找那小周真来了 啊 那我赶紧吃 一会儿不要吃了呀 你心这么大呢 哎呀 我说 小周同志啊 你看看 我那把这个PPT都列成了 这个我问一下 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谁找我呀 哦 哦 那啥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个 这个是唐总 哦 你好 你好 那个 你听我说 这个是招出服务员的 他来一趟 让我给打不走了 你招服务员的 他上饭店的 他上这干啥的 啥话呢 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 这小子挺聪明 只要你点头就完事了 我说先生走啊 你 就他来了就别走 这样 既然你来了 我给你找点活干 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收收 我呀 对 就你 不是 对 那啥你 这玩意就得从机城做起 你慢慢干个活 是不是 你去收收收东西 那个 小周啊 哎 没招呼你呀 你挨啥呀 你收桌子 那个 你赶紧干活啊 这影响我们的开事 那个 小周啊 没吃完 那个汤不容 小周啊 我问问你啊 我首先问你 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 为什么 要减少碳排放 这是碳排放 哎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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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啊 问题 问题 好啊 是 碳排放 嗯 平时 喜欢吃火锅不 什么意思 吃火锅 咱们是不是 总喜欢吃那种 铜的碳火锅 有时候是那样 以后改成电池炉 是不是就减少碳排放了 不是你这个跟我养鲤蛙 这有什么关系呢 养鲤蛙 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 以后尽量少烤 你可以红烧 或者是生吃 在那辣根上 这位小兄弟 挺有财呀 但是据我所知道 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国家 正在倡导 低碳经济 和绿色经济 现在咱这个鳞瓦养殖 也得跟着社会 和谐发展 说白了 它得有可持续性 它跟你这个什么 烤蛤蟆和火锅 它有关系吗 你这么说 你这么回答 对方 你这么回答 你这么回答也对 但是那个老婆 是不是应该 有所作为了呢 你 对啊 你干啥的 你干啥的 人谈正事 你是干啥的 不是 我不 去扫地去行 会找的 你谈正事 这样这样 来来来 那个你不用扫了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来你上这 这个我 问你一个问题啊 众仇是怎么回事 啊 这个 有点 说话有点 不拿我当人了吧 我问题怎么不怕说话呢 众仇 众仇呢 这还不都 你来 我演一下 靠边来 众仇 什么意思 种地懂不 农民 种地 农民每年都是种地 那 他每年都种 是 他每年都 每年都种的情况下 今年 种啥呢 种 今天种点啥呢 丑啊 种啥呢 你可拉倒 他还丑 他这不把你丑死 你还丑 唐总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我理解的这个众仇啊 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 说个最简单的 就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 共同干一件事 说白了 这是对您是一件好事 那跟什么种地发不发仇 那有什么关系啊 你靠边吧 你这 我对你下位 你还当服务员 你们吧 你们别瞎操着 没用 没有用 这小子 你哪的 你服务员 你就扫地就得了 这么大老板 他对钱发仇吗 他 这是哪个概念嘛 不是 你们干嘛呀 不是 你们弹事是我弹事 那来来 你弹我走 行不 还有问题吗 不是 那我 我再想问一下 IPO是怎么回事 问对人了 你爱过P吗 懵了吧 IP就是打雷 就 招雷P 就是IP IPO呢 P完之后 KO 我明白了 就是你连结开倒了 起不来了 是不是 P倒了 你瞅你这样 你是不是一手IP啊 而且还P的挺严重啊 别这样了 谁也别这样 他P的回事 我就回来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不说话 谁到了 你来你会了 唐总 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 什么叫IPO 首次公开募股 就叫IPO 你今天能讲 你这看看你说的 能一样吗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这么愿意抢答 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一个企业 要想搞得好 在销售这方面 你有什么办法 对啊 判法 你说吧 笑话 笑话 办法 他还不说 今天是咋的材语吧 哈哈哈哈 哎呀 一个字 什么 喝 喝 喝这完了呗 来 很简单的 来唐老板 很简单 嗯 比如说你是老板 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好 对不对 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 嗯 好吗 我让你记住年轻人 咱们谈的是生意 是不是 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 这解决不了问题 干了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干了 你干有用吗 给面子不 我凭什么干呢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这不是哥们不 啊 去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 把单拿来 签了不就完了吗 啊 你喝完这么多酒 我就把单拿来就得签 这就叫谈事啊 不签是不 有你这么谈的 就是不签是不是 你行了行了行了 比我是不 比 还比我呗 比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 我就签不了你这个 我比 行了 别喝了 这么货 什么这么货 这是服务员 你是服务员 怎么跟老板说话 我怎么跟说话 是什么年代了 还是这么财 什么货 什么什么货 跟你说什么货 我说这么货 我货不货 我半天我又没说货 我哪有你 都贪买了 你半天我 我货买了 你有能力 你有实力 你有能力 我把我买卖 贪买了 你再死 你啥的 你怎么用 你抓了 你搁什么酒 师傅刚才 谁拿机关枪 扫我一下子 小泽同志 你也别生气了 遇到这种人 没有办法 这样 你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当你回答 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 你非常有问题 我不瞒你说 这才是真正乡长 跟我派来的人才 小泽 你自个人吗 你是酒蒙子 太气了 来来来 你扇一百瓶 小泽同志 我不瞒你说 就像你这类的人 我是盼星星 盼月亮 今天是终于把你给探了 唐总 说句最心里话 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 在外面这么多年 掌握了一些知识 但是我一想 这些知识还得回归于农村 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干一番试验 我早就听说呀 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对呀 咱们村里人都知道 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 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拿去 拿去 没说是大王 没说是大王 拿 我见个二行说 要不要 不要说 拿我大人不 大什么人 你自己都带给大人 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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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文大名啊 您就是蘑菇大王 这就是大蘑菇 哎呀 唐总 这样啊 你的零瓦产业 或者蘑菇产业 如果要是强强联手 互相配合的话 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事业 就会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 哎呀 太好了 我希望咱们俩 强强联手 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 共同发家致富 你看怎么样 没毛病啊 唐老板 我这有一个要求 你说 能不能请我大方来吃顿零瓦 没问题啊 咱这样 以后啊 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 因为啥呢 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 在我的心目当中 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 哎呀 走 走 咱喝酒去 喝酒去 走 谁是最佳合伙人 说谁 谁跟谁是一伙人 店有二都不让 店 店二我给你打个春天 我给你打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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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打个春天